森科尔油沙 我们是第一家在阿尔伯塔省北部商业开发油沙的公司 创建了一个现在对加拿大繁荣做出关键贡献的行业 森科尔日产6亿桶 油沙是利青、沙子、粘土和水的混合物 因为它不像传统的液态原油那样流动 所以必须在地下开采或加热才能进行处理 利青提取后 我们将其升级为价值更高的合成原油、柴油和其他产品 森科尔以两种方式提取利青 采矿和现场提取 采矿 加拿大大约20%的油沙离地表足够近 可以开采 森科尔公司使用大型卡车和铲子 提取地表附近约130到200英尺深的油沙 热水被用来把利青和沙子分开 这一步骤称为提取 利青被加热并送到桶中 在那里多余的碳以石油胶的形式被去除 来自焦炭罐的蒸汽被送往分流塔 在那里它们冷凝成石脑油、煤油和瓦斯油 最终产品是合成原油运往北美各地的炼油厂 进一步提炼成喷浸燃料、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 我们的露天采矿作业 森科尔拥有和经营 一千年 北斗岸、基地矿山扩建、米建 森科尔经营的合资企业 福特山、同步、现场 加拿大大约80%的油沙太深 无法使用卡车和铲子技术开采 必须使用现场生产进行开采 这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过程 用于钻碳注入蒸汽和提取沥青 蒸汽辅助重力排水工艺 顶部水瓶颈到达油沙矿注入蒸汽加热储存 沥青被热量分离 因此利用重力 它可以作为液体流入下颈 沥青沿着较低的颈流动 在那里被收集并通过管道输送到升级设施 我们的Sag现场作业 火袋、麦凯和 Mead Creek逆检 刘易思 提议 土地复肯 我们致力于通过采矿 减少我们扰动的土地的规模和持续时间 并将土地恢复到自然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中 通过科学研究 最佳实践和采用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 我们正在促进回归生物多样性景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